美国近来种族平权抗疫潮四起 加上武汉肺炎疫情不见趋缓 洛杉矶警方执勤挑战重重 洛杉矶台美商会日前捐赠5万片口罩 给洛郡警察局 支持第一线援警外 警政系统也能将防疫资源 分给监狱、游民收容所等机构 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能够把台湾这一次 台湾怀疫的成功跟它的爱心 能够在我们这个地区 让主流社会能够听得到 雪中送炭之余 更表达台湾人的团结 那这个对我们整个族群的融合也好 提升台湾人的整体形象也好 还有台美企业家们的一个社会责任的 一个意识也好 都充分地从这么一个简单 而深具意义的行动当中 得到一个展现 洛杉矶军警长表示 远景工作充满挑战 疫情期间必须逮捕确诊的嫌疑犯 进入隔离处所办案 增添染疫风险 这个艰难时刻 收到来自台湾口罩国家队的口罩 正是时候 洛杉矶台美商会发挥大爱 捐赠百万口罩计划 接下来将以美国疗养院 老人中心以及弱势学校为对象